比方說我之前 不要講我好了 就是我知道在某個人 在某個國家 他的現任可能很暴力 可能在警察前面 然後發生的事情 可能就是被打到 整個流血頭這樣要瘋幾針 滿身是血 你知道警察在前面直接說 家事回去自己處理的解決 很想效益 幹嘛就 沒有 無止猜測而已 有的時候就是真的是很無奈 那個時候要去解決 真的是我覺得一般女時候很害怕 那我就寧願先保命 就是先過平安 過這一關再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要旁邊的人 真的要一直去關進 跟找一個對的方法 來去把它救出來 那這點我就要請問一下 高仁和高先生 這個中國俗宴講 清官難斷家務事 這句話其實是很難解的一句話 那你是清官 你也是警務人員 那你是不是真的覺得 這一恐怖情人 他都有個精神不穩定的特質 絕對不是 而且我剛剛補一下 李老師他講的這個話 我們台灣的一個保護令 這個很誇張 現在是比較還好一點 以前的保護令 怎麼取得這張保護令 你要被打三次 被打 要有三張驗傷單 這是個18同仁的概念 不是 好像7-11 你急點送娃娃 太誇張了啦 你要被酷三次 急門三張才送你一張保護令 而這個保護令有什麼作用 沒有作用 沒有作用 他是你自己心理安慰的保護令 沒錯 他限距離100公尺 200公尺 他現在突然照你旁邊 你都沒有辦法怎麼 那打電話報警說他靠近了 我也不會被抓走 就算真正的照 我們台灣的法律 現實上是這樣子的 我們台灣目前的法律 已經就像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就像老公跑掉的不離婚了 這是什麼意思 那個我要問你 你是不是最近有 老公沒人開玩笑 老公跑掉不離婚 這什麼意思 有名無實 所以台灣現在很多東西 很多法律上的東西 他是有這個名稱在 但是無法落實 那我想請教你一下 因為如果說李洋申請保護令 不讓苦林老師靠近他 那反過來吧 比例嘛 苦林靠近他旁邊了 那現在他也通知警察 你現在你是警務人員 你到現場你要怎麼處理 先把他 我們苦林老師 兩兆都帶回去分局 然後隔離 隔離完之後 把苦林老師含送 或者是 是含淚相送的意思嗎 我們就是 沒有 信函的含送 信函的含送 就是把他含送到地檢署去 那如果說他已經有暴力 已經有危害到的 我們那個李老師的部分 當然說水案就移送了 那移送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罰錢 對啊 就是罰錢 沒有用的 那如果說 在你到之前苦林跑了 那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你屬對證 而且更可怕的是 在他到之前 我已經把他殺了 對 我剛剛正要講 保護鏈也不是一個把貝 要跟在你身邊 沒有用 那只是一張 我們講實在 雖然講實在很不禮貌 那只是一張廢紙 沒錯 雖然聽起來有點沮喪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給我們這個 所有的警務人員 還是要有一個鼓勵 因為畢竟他還是保護 我們的一個正義的防線